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非常荣幸来到这个课堂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Facebook的一些工作经历 然后学到了东西 然后我自己是广东人 然后在清华是1997年加入清华大学 然后我是计算机系的 然后今年正好是我入学的20年 然后昨天我特意去清华的校园走了一圈 然后校园变化非常大 变得非常好 我当时住的又破又旧的九号楼终于被重建了 然后还高了一层 然后最大的一个遗憾是我自己跑了一个3000米 然后发现我现在跑3000米 只有需要17分半了 这个在当年清华是不及格的 然后我当时是12分 所以我还要认认真真努力的去好好锻炼 在清华毕业之后 我是01年毕业 毕业了之后 我去了加州理工 然后其他也是因为我的一个清华的师兄推荐我 所以我非常幸运地去了加州理工 去做计算机系的那个 的博士的研究 研究的那个领域是网络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像是拿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创新 就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TCP的优化的一个协议 那个协议当时的情况下是比其他协议快大概50倍 然后最后我在博士的最后两年基本上我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商业化 然后最后加州理工给我们那个一些资金和支持 然后我们最后是开了一个公司 然后我的Professor和我的一个Postdoc是Founder 然后我是第一个Employee 然后我们几个人一起就在这合作去做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商业化 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研究的东西变成一个真正正正有用的一个东西给大家用 然后过了一年到两年就是我们的那个startup做到比较能够找到了第一批的新的真正的客户之后呢 我就去了谷歌 然后搬到了硅谷去了谷歌 然后花了五个月的时间之后 就正好是另外一个清华的同学跟我说 嘿你应该去Facebook看一眼 Facebook现在是最新最好的一个公司 然后最后我就去了Facebook跟我的那个朋友一起去Facebook 然后在Facebook待了现在快要九年 所以我整个经历像跟清华是离不开的 在清华华读的书 然后清华的学长介绍我去了加州理工 然后一个清华的学弟介绍我去了Facebook 然后最后我在Facebook做了九年 在Facebook的九年里面我一开始做的是老本行 是做那个网络的优化和整个网站性能的优化 然后又过了三年之后我决定做更多的产品的东西 所以我花了两年时间做移动的产品 那个时候正好是Facebook转型从一个桌面公司转型成一个移动公司的一个非常痛苦的转型 我待会也会讲一讲这个过程 然后在做了两年的移动产品之后我加入了用户增长的团队 这个团队的作用是想了怎么样为Facebook的用户增长一直在发力 然后在这四年我花了四年在用户增长 然后每年做了大概是每年做了一个incubator的项目 第一个项目是怎么样帮Facebook做用户增长 然后第二个项目是internet.org 怎么样为Facebook怎么样为发展中国家的上部其网的网民提供低价的 可廉价的互联网服务 然后第三个项目我们做的是怎么样通过Facebook 把Facebook用来做一个为世界做一个更好的一个用处 就是怎么样去做social good 就是怎么样去做公益事业 然后这个是我们第三个项目 最后现在已经做到了非常大的一个Facebook公益 然后最近我做了一个项目是做怎么样保护Facebook Facebook作为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社区 我们怎么样去保证社区的安全 和怎么样保证社区的透明度 然后这个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事情 所以基本上我在用户增长这个部门做四年 基本上每年是做一个像incubator的一个项目 就是说怎么样去开一个新的项目 怎么把它变成一个从零到一到大概百分之十 然后我就要给别人做 所以这个可能这个经验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xLab的目标也是怎么样帮每个同学 做自己有的想法 给用户提供价值 然后把它从零到一 然后所以我是想做了这个事情 好 然后我这个题目就是怎么样帮助你的产品增加用户 今天我想说的是大概有三个不同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一个用户增长的一个流程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用户增长整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从每一步是怎么做的 这个是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用户增长的一个思维方式 怎么样是做一个用一种实验性的思维方式去想这个用户增长 然后第三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的问题 怎么样有一个好的团队 如果要做一个事情 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 How do you get a dream team 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一个 一个用户增长的一个整个过程 在Facebook里面大概在八年前 也就是2008的时候 Facebook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增长我们的用户 一般来说增长用户是一个marketing的问题 或者是sales-wide marketing的问题 所以如果是一个传统的公司的话 它怎么去做增长用户 它就会请一群marketing的人和一群sales的人来做 但在Facebook里面 我们当时有很多的工程师 和很多的产品经理 他问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们用marketing的人来做 或者用sales来做 会不会做的不能够scalable 不能够做很大 因为一个sales只能sales 一定人 不能sales很多很多的人 能不能够把用户增长的问题 变成一个产品和工程的问题来解决 因为一旦你能够把它一个事情 变成产品和工程的事情来解决的话 你这个问题就变成 你这个solution就变成更scalable 然后在过去的八年里面 我们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你能不能够把一个传统的问题 变成一个工程和产品的事情来做 然后这个growth loop 就是我们对于用户增长 这一部分的问题的一个思考 怎么样的一个流程 可以变成一个产品的工程的问题 然后这个growth loop里面 大概我们总结出来有四部分 怎么样去给你增加用户 第一部分是用户的获取 acquisition 第二个是用户的激活 activation 然后第三个是用户的流程 engagement 第四个是怎么样通过现有的用户 来做到病毒传播 我们叫variety 然后我会 待会把这四部分深入地讲一讲 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学到的 或者说能够也给我一些更多的分享 就是说怎么样 如果你有一个产品之后 你怎么样把这个产品告诉你的用户 然后让他们自然地去增长 这是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好 第一部分是acquisition 是用户的获取 然后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产品 但是别人根本就不知道 你这个产品的存在 那你的产品是没有用的 你是不能够给用户 带来最后的价值的 那你怎么样去让用户 知道你的产品的存在呢 这是一个获取的问题 我想问问大家 你如果在开一个公司 你有一个产品 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让大家知道你的产品 你会有什么方法 有没有人会有什么idea在这里 什么 广告 广告是一种很好 什么样的广告你会做 Great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SEO 这是一个非常传统 非常经典的一个方法 对 对我觉得这都很好的方法 然后我可以说一说 比如说先从SEO来说 所以SEO是一个非常 尤其是在PC时代来说 SEO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个SEO是不需要钱的 基本上是你自己optimize 所以如果你看一看大的网站 他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总是有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不是给人看的 是给机器看的 这个功能叫做浏览你整个网站 所有的公开内容 像Facebook里面有一个叫 Browse Page 叫Browse People 你可以一个一个点 跟着那个链接点下去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公开的信息 这个功能是没有人会用的 没有真的人会用的 但这个功能是给 爬虫用的 给搜索引擎的爬虫去用的 然后这是LinkedIn做的 也是类似 他做了一个叫Member Directory 像也是同样的 没有人会去真的去一个一个的 Member去搜的 它的作用也是给 搜索引擎的爬虫去用 他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们最后结果是希望是说 如果我要在Google上找一个人 找我自己 我希望是能够让Google 把这个流量 给到我的那个网站来 你可以看到 对于我自己 说我daily way的话 像LinkedIn比Facebook做的好 像LinkedIn是第一位的 然后我自己的网站是第二位的 第四位才Facebook 所以证明了这个事情 大家都在做 而且它有不同的做法 这个你可以看到 就是LinkedIn 如果你compare LinkedIn可能比Facebook 做的更好的这方面 如果大家要去想SEO的话 你可以去看看每个网站 去关心一下那一部分 那部分是一个非常小的字体 但是你就看的话 那部分怎么做的 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不同的想法 除了SEO之外 还有很多的方法 在移动互联网里面 那个APP应用的信用市场 你也可以做类似的optimization 就比如说你的应用市场的 你的描述是怎么样的 你的那个描述的那个截屏 好看不好看非常重要 在我们看来的话 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里面 你用的人 截屏上用的人也应该是不一样的 应该用的是更本地化的一个人 然后 如果你有一点的钱 你可以做的是SEM Search Engine Marketing 你可以去做App Store的promotion 然后你也可以做那个 App Network应用网络的promotion 然后在国内上有更多的 更有趣的 更创新的方法 比如说 在社交网络上面做推广 找一个大V 或者找一个好的明星 也有offline 比如说是怎么样去做QR Code 就像刚才那个同学来说 你的应用是什么样 你的产品是怎么样的话 你可以想的是有不同的方法 来去获取不同的用户 但这些是大概的方法 但我相信大家在实际上 实战的过程中 会想到更好的方法 好 这是第一步 你要获取你的用户 让你的用户知道 你的产品是什么东西 一旦你的用户知道 你的产品了之后 第二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是要让用户知道 你这个产品 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要让他能够感受到 能够体验到这个价值 这一步我们叫做 用户激活 或者activation 用户激活的第一点是什么呢 一般来说是一个注册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Facebook的移动注册 这个做得像是一个非常初级的版本 我们从这个版本里面 其实上是学到了一个东西 就是说在注册这个过程里面 用户根本就不能体验到 这个产品的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所以注册这个过程中是越短越好 越简单越好 因为这个过程中是你要用户给你东西 而不是你给用户东西 所以基于我们学到的东西之后 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快的优化 就直接在我们移动的原生的代码里面 直接让用户输入一下名字 然后甚至他的电话号码 我们都自动帮他们填好 然后经过这个优化之后 我们大大提供了他的注册的过程 好 这是一个注册的这一步 这一步是越短越好 因为你不能够让用户体验到 你的真正的应用的价值 下一步是最最重要的 是说一个新的用户进来之后 他能做什么 就算他注册了 他也不一定能做事情 这个一个是一个屏幕 这个截屏是如果一个用户进来 他进到Facebook Facebook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 他的价值是怎么样联系大家的用户 然后让用户分享他们的故事 但如果这个新用户进来 一个朋友都没有呢 他会怎么样 他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们发现 用户流失最大的就在这里 因为他一发根本就不能知道 他的用户的价 他这个产品的价值在哪里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一旦站在这一步里面 我们第一件事情是要推 让用户能够很快地找到他的朋友 所以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叫 AddFriend 增加朋友 加朋友的一个功能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研究 过去的六年之内 我们看了所有的用户的情况 我们发现是这样子的 究竟一个用户是不是能够留存 跟他有多少个朋友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这幅图就描述了这个关系 它的横坐标是 一个用户有多少的朋友 它的重坐标是 一个用户是否能够变成 日活或者月活的概率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有一个拐点 也就是说 如果用户得到了 超过一定数量的朋友之后呢 它会变成一个活跃用户的概率 就大大的增加了 然后这个拐点 就是我们认为的 Facebook的一个magic moment 你得到足够的用户 你能够跟他们交流了 我想说另外一点 这个拐点在每个国家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日本的话 它的那个国家 它需要的朋友数量 相当不是那么多 因为它的整个文化 是一个比较内涵的文化 但在美国的话 比如说它这个拐点 它需要的用户就要更多一些 所以每个国家 它的拐点不一样 然后回到一个 更广泛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做一个 自己的应用 或者做一个产品 我希望大家能想的问题是 你认为你这个产品 最重要的一个价值在哪里 核心价值在哪里 大家都在说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在哪个地方 然后如果一旦你认为 你的核心价值已经清楚的话 下一步在这一个 用户激活这一步的话 你希望知道 就是怎么样能够 进化地让用户 能够体验到这个核心价值 然后每个产品都不一样 然后在这之前 这个是每个产品 都需要自己去摸索的一点 这个是一个 Facebook的一个故事 但每个人都会有 自己的一个创新点在里面 好 一旦用户能够理解到了 或者体验到了 你的产品的一个核心价值之后呢 下一步是什么呢 现在在这个社会里面 就是每一个用户 都有很多很多的干扰 所以他不一定会 每次都回来 那下一步就怎么样去 让用户回来 这叫用户流程 我们再叫engagement 怎么样去把用户拉回来 比如说一个用户 他交了朋友 看了几个故事 他就走了 他可能就不回来了 那有什么办法 让他们回来呢 我想问问大家有什么 你们有什么想法 怎么样让用户 回到你的产品里面 什么 ad ad 你说 就是 关注 对 但如果用户根本就不回来 他就不知道有人关注他 但是如果用户根本就不去用你的应用的话 你是没有 他也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朋友在用 对不对 发电子邮件 对 发电子邮件是一个非常有用 以前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 但现在越来越难了 因为电子邮件越来越spammy 还有其他方法吗 办活动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线上线下的互动 我们现在总结了一些方法 有发电子邮件 有发短信 但这个电子邮件和短信 在中国都已经是非常noisy的一个东西了 push notification 推送 曾经还好 现在也慢慢的不行 然后我在国内有非常多的一个新的方法 比如说线上上下 想想这个还越来越好 然后我们觉得的话 就说我们做了 在Facebook的话 我们做了所有的这些方法 然后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所有的engagement的方法里面 最重要的是两点 第一点是 你要关 这些所有的短信也好 email也好 推送也好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focus在用户的价值 你能给用户提供什么样的价值 而不是去不断地去发这种骚扰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 它需要非常个性化 如果是一个非个性化的 一个推送的话 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人看的 所以必须是个性化的 必须是给用户带来真正价值的 才会有用 这里面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个屏保 像是我前天的一个推送 就是一个截屏 Facebook发了一个 给我一个推送 是我太太给我发了一个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非常有用 因为我太太教我 然后有个非常个性化 我太太教我 我马上就打开 就必须看 所以这个push notification 这个推送是非常有用的 然后不同的产品 可能会有不同的风格 比如说house house是一个家居设计的应用 我一般来看house 只是我对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设计 有兴趣 所以他给我发的是一种浏览型的 我给你总结了 过去十个最好的一个设计 是什么样的 然后推送给你 那这个项就稍微没有那么个性化 但是还是挺有用的 对我来说 因为我一直都关注这个事情 然后最后一个是Instagram的推送 它的推送是说告诉我 我有一个新的朋友 这个朋友有第一个 在Instagram做了第一个发布 信息发布 这个项也是非常有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项是为 这个新的用户提供了 一个很大的价值 所以你看如果是好的一些网站 他们做的推送都是有两点 第一点是一定是要有价值 第二点是一定是个性化的 然后如果越做到个性化 越做到有价值 就越有效这个过程 好 如果你有一个 有一群用户 他们知道你的产品 理解 而且已经体验到了你的核心价值 然后也不断地回来 每天都回来 那下一步 你就可以让他们去帮我们 去做更多的推广和宣传 怎么样 这样最后就会变成一个 有一个病毒传播的一个路径 这个就是Virality Virality 就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方法 一种方法就是 最基本的就是怎么样去 让用户来 要求 邀请更多的他的通讯录的朋友 这是最基本的一种 然后另外一些方法 比如说 你可以在其他的 让用户在其他的 社交网络去做分享 然后这样会给你导流 然后甚至你可以在线下 口口相传的一些这样的一个 的分享 这里我就简单简单讲 最基本的这种 就是怎么样去邀请你的朋友 你的通信录上的朋友 比如这是我通信录上的朋友 然后这样你可以 如果你读出来的通信录 你可以邀请这不同的朋友 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怎么样去 focus在 怎么样去给用户一个真正的value 如果一般时候 如果你问用户说 我想读取你的通信录 去邀请别人 基本上大家是不会给你的 所以你需要的是告诉大家说 你如果邀请了你的朋友 去做一个产品的话 你的朋友会货了什么东西 你会货了什么 这个要说得非常清楚 另外 这个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比如说我们看到 有很多的通信录 其他真正的地址 根本就不是人 比如说这都是一些 800的号码 或者是400的号码 在中国 你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 过滤掉也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所以每一件事只要做到好的话 都不是很容易 好 这就是我们 非常快地总结了一下 如果你要做用户增长的话 你要做大概的四个步骤和流程 如果我们把这四步都做好了的话 我们会发现这个枪是一个 一个回路 你就需要比较少的资金去 开始做到你的原始用户 然后让他们留住 然后让他们能够不断地在用 然后要通过现有的用户 来去增长新的用户 这个过程就会非常非常的有效 这就是整个用户增长的一个流程 如果大家今天走出去 忘了所有我说的话的话 我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个图 因为这个图是 怎么样去增长你的用户 最基本的一个想法 然后 在 变成下一个topic之前 我想问一个问题 如果你有一个产品 你四个步骤都做得很差 你从哪个步骤开始做 而且你只有一个很小的团队 你不能做四个形式都可以做 从第几个 第四个 第三个 Activation 第二个 没有人说是第一个 我们一般认为 最好是从第二个开始做 的确是 原因是这样子的 因为如果你的产品的 整个流程都没走通的时候 这个产品像 从一个用户流来说 它是一个漏斗 有多少人进来 就漏多少人出去 你如果花了很多钱去 获取用户的话 这用户最后都会走掉的 而且这对你的产品 没有什么好处 还烧了你很多的钱 所以我们一般是 从第二步开始做 第二步就是用户一进来之后 他的整个流程 是不是能够走到第三步 第四步 如果都做好了之后 我们还会去 花很多的精力去做第一步 那最后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怎么知道 一个产品已经做到足够好 可以花钱去 获取用户了呢 这里面有一个 比较好的方法论 就是说 你看用户的总的流程度 就是如果 你看所有的用户 在你的表里面看 他已经安装了 你这个产品多长时间 然后有多少用户 还在用的 然后我们希望看到的是 这个图是越来越少的 用户在用 因为总是有用户会丢的 但到了某一点上的时候 这个图应该是平的 如果它不平的话 它一直漏的话呢 你是很难 这个产品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真正的用户在用的 你要等到它平了之后 你才会花很大的资本 去获取用户 我给你看 可以给大家看两个 像两个都是Facebook 做出来的产品 然后我就不说 这个具体名字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 蓝色这个产品 很明显是比红色的产品 要好很多 这里面横坐标是 每一个点上是 这个用户已经在 用了多长时间 多少天 重坐标是这个用户 它还是在用的概率是多少 蓝色这个图 它已经达到了一个平衡点 慢慢的它已经平在这里 就说大概有30%的用户 你获取了之后 它最终会留住 然后你就可以算出来 你需要多少钱 去得到多少的用户量 红色这个产品 它一直在掉 而且还没有平下来 所以这个产品 我们当时是建议他们说 你们先不要去做 用户获取 把你这个用户的激活 用户的流存 和病毒传播做好了之后 你再回来去做用户获取 最后这个产品 其实最后也没做成 然后这个红线 其实是掉掉掉掉 掉了5% 1% 最后我们就把它关掉了 所以做公司也不容易 做一个新的产品 99%都会失败 然后蓝色这个产品 是不容易的 就1%的可能而已 好 我刚才说的是一个方法 就是怎么样 用户增长的一个流程 一个方法论 下面我想着重说一点的 就是怎么样去做一个 什么样一个思维方式 是比较好的 一个思维方式去想的问题 在硅谷我学到的最大的一个体会是这样的 是大家都不怕犯错误 然后一开始我在我在做学生的时候 刚刚创业的时候 我当时经常会想的问题就是说 我这个战略性有没有错 我这个strategies有没有错 然后怎么样能够找出一个strategies 这个strategies一定是对的 或者说99%是对的 最后我发现在硅谷我学到的时候 发现这99%的strategies都是错的 但你也没有办法能够知道这个战略是不是错 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做实验 去验证是不是你的strategies是不是错 然后最后的话你的竞争力并不在于 你能够做多少正确的战略决定 你的真正的竞争力枪是在于 你能在多快的速度去把错误的决定都能够发现 然后99%的决定都是错的 1%的正确的 但你能够很快地把这99%的错误的决定都 过滤掉之后 你剩下的那个活下来的 就是你可以成功的一个决定 所以在做用户增长的时候 你的想法很多的时候 并不是说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 非常非常精美完善的一个计划 我们想的想法是 怎么样能够在最快的速度 用做最快的实验 能够把我的想法给否决掉 这样的话我可以有真正对的想法 这就是一个做实验的一个想法 这里面大概有三个步骤 做每一个实验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你要去understand 你要去知道理解用户的需求 然后第二个步骤是identify 你要去发现最大的 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 the biggest low-hand input 你要找到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然后第三个步骤是要execute 你要去执行 而且你最好是能够做到perfect execution 然后做到没有错 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你的战略是对的 但你可以保证的是你的执行是对的 这是你团队的质量问题 所以这个是可以保证的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做一个实验性的一个思维的话 我们会希望能够把执行做得特别好 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能够发现 做完之后这个事情是失败的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失败 就是因为战略上的失败 而不是因为执行上的失败 所以这是三个重要的步骤 我想每个步骤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 然后第一个是说 我们要知道用户的需求 其实上这里面有很多传统上 意义上说就是做market research 去找一些人去讨论聊天 在国内也好在外国也好 都有很多这样的公司 去帮你做研究 但我们发现像高质量的研究 是非常难的 第一个问题是你能不能找到 真正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Peter Thiel 大家可能都应该知道 Peter Thiel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 自己做个startup 做paypal 然后后来现在也是 自己一直在做投资 他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问题 就是叫contrarian strategy 他的问题就是 你究竟能不能够知道 一些真相 这些真相是你的所有其他人都会觉得是错的 一旦你发现了这个真相的话 你就是战略上就成功了 你就能真正理解了 你可以做什么事情 但可怕的是 绝大部分的这个用户的研究都会找不到这样的一些真相 然后所以怎么样能够真真正正去理解用户的需求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是移动的HTMI5 那个大概是在2010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的整个 全世界都在移动互联网都非常热 然后当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用原生的应用 还是用HTMI5的应用 然后当时有很多的人包括了Facebook都决定HTMI5是一个方向 为什么呢 我当时是亲身经历了 我们现在是想的是说 HTMI5我们认为是应该给用户带来最大的好处的 为什么会给用户带来最大的好处呢 因为当时能够写原生代码的程序员不多 所以原生代码能做出来应用也不多 我们就问了用户一个问题 就是说假设如果你能够有一个 假设这个世界变成这样子 你有多少线有这么多的网页 每个网页都可以自动变成一个原生 变成一个移动应用 你会不会觉得很高兴 你一下子会有成千上百万倍的移动应用 你可以用 你可以有这么多的可选择性 如果你问一个用户这样的问题 他的回答非常自然 我当然好了 当然希望是这样子 但问题是我们没有问的是 用户需要放弃什么东西 HTML5 如果在当时的情况来说 一个HTML5的应用 他不会有推送 他不能够再实时地去 realtime的去给用户一些反馈 他没有一个很方便的上载图片和 上载图片和视频的一个方法 他也不能够很容易地去读取你的 电话号码来去认证 然后所以说用户 如果你问用户说 如果你没有一个推送 你还用这个应用吗 用户肯定会说 我不会再用啊 但是我们没有问这些用户需要 give up的问题 所以我们当时决定了说 我们要去做HTML5 然后花了一年多两年的时间 去double down 去做很多很多的实验去做 结果发现用户希望不买账 因为用户真正的需求里面 你如果看他的 优先级来说 他是希望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然后才去想着可选择性 后来我们知道了这个之后 我们就完全地改变 就更多地投入在原生代码里面 然后在过去的两三年里面 我们终于又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法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叫 react native 就是还是让程序员 用HTML5或JavaScript的方法来写程序 但最后能提供同样多的用户需要的东西 比如说推送 比如说图片和视频的上存 都是在原生的component里面做好了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更有戏的一个思维 但这整个行业在2010年到2013年 在投入HTML5我觉得是一个 对用户需求的一个错误的理解 但现在我们是很清楚了 但当时是没有人能知道的 好 第二个是 第二步 如果你大概你能够知道 有一个用户的需求的理解之后 第二步就是你怎么样找到一个 最好的切入点 去验证这个用户需求 这里面我在PPT上写的是说 low hanging fruit 但low hanging fruit 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最容易的一个方法 但其他我的问题是 并不是最简单或最容易 而是什么是最快的方法 像这两个有可能是矛盾的 然后如果你能知道 什么是最快的方法 去验证你的一个假设的话 那下一个问题是 你第一步要做什么东西 然后我给你带了一例子 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Fastop的自己的公司 就是我当时把 TCP IP这个网络协议 做了一个很大的优化之后 怎么样去找第一个用户 那个时候我们现在有很多选择 当时我们已经是 打破了三次互联网的 传输的出世界记录 所以有很多的人来找我们 说跟我们合作 我们大概有几条路可以走 第一条路就是跟大公司合作 给他们专利授权 然后第二个事情是 可以去跟 IETF就是网络协议的专家组合作 然后把我们的网络协议 变成一个世界的一个规范 然后第三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呢 是可以去自己做一个产品 然后把这个产品卖给大公司 尤其是大的技术公司 比如说谷歌或者 Facebook这样的大公司 那第四条路呢 是 当时我们没想到的一条路 是做一个产品 但是卖给一些 不是技术型的公司 对我们的团队来说 我们的团队全部都是 加州理工的成员 我们最熟悉的是 世界互联网的协议专家 因为我们每天都跟他们合作 所以最容易做第一步 就跟他们讨论 但我们最后发现 这条路是最长的一条路 还是最慢的一条路 因为要变成一个世界标准 互联网的协议的专家组 IETF的要求是 你必须在三个商用的系统里面 已经实现了这个协议 那其他最后 你如果要做三个商用系统的话 当时只有三家 一家是SAN Microsystem 一家是微软 然后第三家是Linux 基本上你要跟这三家都合作 所以这条路是最长最长的一条路 然后我们最后就否定了这条路 然后第二条路呢 是跟微软或者跟SAN合作 去把我们的技术授权给他们 然后我们后来发现 这条路也非常长 当时我去过SAN Microsystem的总部 去跟他们讨论 他们每一个产品周期 是一年以上 也就是说 如果你给它一个模型 它要至少需要一年 才能做第一个版本的迭代 那如果能够真正正正的把这个协议 给了全世界所有的SAN Salary System的话 大概至少要几年的时间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一条路 然后第三条路 其上也挺容易的 对我们来说就是 怎么样跟谷歌 Facebook这样的大公司合作 去把我们的产品卖给他们 但我们后来发现 这条路其上并不容易 因为谷歌和Facebook 这些大的公司里面 它也有自己的网络工程师 他也能够非常强地去 自己去研发自己的东西 所以一旦如果你要卖一个 类似的产品给他们的话 他们会问很多很多 很难很难的问题 然后他会要求你做更多的 feature 更多的产品 更多的那个feature 来满足他们的要求 所以这个迭代其上 最后也是要至少半年到一年时间 然后我们最后发现 其上最后最快的一个验证方法 是找大的公司 但是这个公司不是技术公司 我们的第一个用户我还记得 是日本本田汽车 在美国的研究中心 他们的研究中心研究的是 怎么样设计汽车 让美国市场来用 然后他们并没有一个技术团队 去做网络传输这个优化 然后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那个 IT的Manager 看到了我们那个 那个demo之后 非常非常impressive 因为他们说我需要每天把我的汽车的设计 送给日本总部去Approve 然后又送给美国田纳西州 去看他们的能不能生产 然后他非常非常impressive 但这个并不是最容易的一条路 因为第一我们并没有一些这样的关系 第二我们跟他们的 他们不相信我们 这个是一个Sales的问题 最后我们发现这个事情 我们要重新学 我们就学了怎么跟他们喝酒 我们就学了怎么去 当时我们的一个Sales的工程师 开了一样宝马 进了那个本田的那个研究中心 去卖东西 然后大家就很不爽 他们觉得 后来我们就改成 开了一样本田的车去 那个本田的车厂去卖东西 然后最后我们就成功了 但这条路像最快的路 但并不是最简单的一条路 然后我们发现 我们前面的所有的几个 最早的几个用户 都是这样的用户 都是汽车制造厂 好莱坞的 好莱坞拍片的人 要在澳大利亚拍片之后 要高速的网络发给 好莱坞总部去做post production 然后最后是军方 也需要用这些东西 那基本上都是 大公司 但是并不是技术型公司 然后最后是一个Sales的问题 然后我们花了大概一年时间 才发现这是一个最短的路 这就是怎么样去找一个 最好最快的切入点 来去verify 去能够verify你这个假设 第三个我想讨论的是 perfect execution 就是你怎么样能够 把我们用非常非常 优质有效的执行力 去来高速的去验证 这里面有几个 第一个是快速迭代的问题 就是说你能够有 我们能够在多长时间去做一次迭代 我当时在 我在2004年的时候 在谷歌做过一个实习 当时 我当时也在Sign Microsystem 去合作过 因为我们要做fast shop 我当时在谷歌看到的是 大概他们能够在 一到两个月之内迭代一个产品 然后在Sign Microsystem 就刚刚我说的 说在一年到两年 才能够在一个产品 我当时就说 Sign可能是完了 因为它实在太慢了 然后没想到 到了2010年 还是2012年的时候 Sign就真的是完了 最后地也没了 人也没了 全都没了 然后这快速迭代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当时我去了Facebook之后 我发现Facebook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去Facebook是因为 Facebook的迭代 是比谷歌还要快 谷歌是一到两个月一个产品 Facebook是每个星期一个产品 然后在Facebook 从2008年到2017年的过程中 我们甚至把这个公司 变得越来越大的过程中 把迭代速度变得越来越快 最近我们刚刚把 我们的迭代速度变成了 每两个小时 可以发布一个新的产品 然后这样的话 我觉得一个公司才有希望 所以你怎么样去能够 快速迭代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然后如果大家去 开一个公司的时候 我也是希望大家能想 怎么样去做 Continuous Improvement 要去快速地迭代 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 非常数据 数据 Data Driven的一个想法 就是 在你的迭代的过程中 你的确要想 怎么样去 去买点 去 去Instrument 就是去 怎么样去 记录用户的行为 因为只有你在 记录用户的行为之后 你才能真正 真正理解 这个用户是怎么样 用你的东西的 然后一旦你 记录了用户的行为之后呢 你就可以做很多的实验 然后你就可以做很多的分析 然后就知道怎么样的 究竟用户在怎么样用你的产品 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非常有趣的一些结果 我有一个例子是 像是Facebook的一个例子是 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 就把Facebook的网站 全球的网站 都翻译成了本地的语言 但是我们很难保证 每一个翻译都是对的 或者说都是高质量的 然后我们后来发现 我们在印度 基本上没有人用我们 那个印度版的 印度语版的那个Facebook 我想问问大家为什么 什么 什么 翻译不好 什么 他们像很多人是不太会英语的 我们知道大家很多人是不英语的 他们不会英语的 但是他们就不用Facebook 印度语 对 但是哪个点的用户点不好了 我们原来是这样想的 后来我们在 埋了点去记录了用户行为 之后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大部分用户不知道怎么选这个印度语 因为当时我们的那个选择项是 Please choose your language 英文写的 你点进去了之后才有印度语 那如果一个人不懂英文的话 他不能够去知道 Please choose your language 是什么意思 所以就算你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如果你不理解用户的 真正的行为模型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知道 你的地方错在哪里 然后 第二个版本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 我们会把这个 Please choose English 这个事情 改成了当地的语言 但是那个时候用户腔并不知道 并没有在我们的用户上 他们还没告诉我们 他的语言是什么 那你怎么知道 应该用哪个语言去改这个文字呢 IP地址 系统语言 对 IP地址系统语言都很好了 然后我们当时用的是 安卓的系统语言 后来发现 50%的印度的用户的 安卓系统语言都是错的 如果你不去做数据分析 你心里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 地理维执行是有用 但是地理维执行在印度的话 他有言真的也是会用英语 就是在一个大学里面 有人是用英语 有人是印度语 印度有大概 不同的邦 还有不同的语言 所以最后这个事情的话 我们发现 如果你只是用 Please choose your language 甚至是用系统语言 把它变成翻译 也很难做 最后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案 其实是跳出来一步 不从工程的角度来想 而是从产品的角度来想 是不是可以说 你是从这个IP地址来的 大概是印度的人 我们就可以给他四种语言选择 直接在上面 English 然后有一个印度语 什么之类的东西 这样的话 他至少不懂 Please choose your language 但是他至少能看到 他能看到的一个语言 然后这个是大大的提高了 印度人在使用Facebook 使用本地语言的一个方法 后来我发现 苹果也是这样做的 如果你打开苹果 如果完全不懂的话 他会不断地去转 Hello 然后用西班牙语说一个 Gracia 然后用印度语说什么东西 这也是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你用哪个语言 但如果他这样 不断地给你选择的时候 你最后还是会有一个语言 你是知道的 好 这就是一个 Perfect Execution的例子 你一定要想 我们一定要想的是 怎么样去真正理解用户的行为 到了一个数据的一个档次 其实我觉得Perfect Execution 在清华里面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就是在大礼堂门口 写的这四个字 行圣预言 说了什么东西都没有用 最后你做的质量怎么样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也是我从清华学到的一个东西 好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个团队建设的一个问题 需要一个怎么样的团队 才能把你的产品做大 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 做团队的时候 我们的团队应该是要能够去 own a problem 就是怎么样去负责一个问题 负责解决一个问题 而不是负责一个产品 或者是一个功能 然后我发现大部分的 不成功的团队 都是他过于专注于一个产品 或者一个功能 而没有想他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 我发现就是说 一个团队最好是他 每一个团队能成功的话 他有不同的功能 比如说在做用户增长的时候 你现在还是需要有传统的 一个marketing的部门 因为他们会给你一些 最基本的想法 然后也需要有数据分析的人 能分析数据 也要知道有设计 设计师 还要有工程师 最后还要有一个产品经理 去协调各种 每个产品 每个团队 或者每个功能的一个合作 然后这些人 加起来最好是一个melting pot 就是说他们能够工作在一起 然后就是一个团队 像我们一开始 每次做一个新的产品的时候 我们这些人都可能坐在一起 一起吃饭 甚至是一起做得很晚 然后甚至我们有时候要做 连续一个月都是12点钟回家 然后这样的话 将有一好处 就是大家都能够一起 这些不同的角色 都可以一起合作 合作到一个程度 就是我们是一个家人 或者朋友的关系 而不是说我们的工作朋友 不是一个工作同事的关系 然后我相信这个 在一个star里面 也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也做了一些 天使投资 我发现很多成功的公司 大部分时间都是 几个朋友 有不同的一个角色 然后他们都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就工作 一直工作从早到晚 然后他们最后就能做到一些好的产品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在做团队的时候 要有一个diversity 有不同的人在放在里面 然后这样的话 他们才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想法 但是实实在在来说 如果你要开一个公司的话 你基本上是不可能 像一个正规矩那样 有这五到六个不同的角色 都已经齐全了 所以很多时候 你可能只有一个PM 或者一个工程师 然后可能PM会做designer 再做marketing 工程师可能做analytics 都会有的 但是至少 如果我们心里面想着说 我们是需要有不同的角色的话 我们能够慢慢地 把这个团队做得越来越好 然后有了一个团队之后 还有一个怎么样的 一个roadmap cycle 就是怎么样去开发的一个过程 一般来说 我会建议是有四个不同的步骤 第一个是一个brainstorm 就是我们会可能花一两天的时间 大家坐下来 讨论一下有什么好的想法 按照怎么样去 有什么东西 我们需要更多地去理解用户的需求的 有什么样的假设 我们需要去验证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所有人都要完全地 在一个一致地去知道 我们下一个月 或者下一个周要做什么东西 就是rollmap kickoff 然后跟着就是execution 就是大家都在往同样的一个目标 我们要开发什么产品 做什么技术 验证什么样的一个假设 我们就一直在做 在Facebook里面 这个是七到八周去做一个周期 然后做完一个周期之后 我们会说 我们有什么样的假设 我们是已经可以验证的 有什么假设我们没有办法验证 有什么样新的假设我们要做的 这是一个summary的阶段 然后这样的话 如果一个团队 有不同的角色的人合作在一起 有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循环的方法 来不断地去迭代的话 你才能做到 做到我刚才说的就是说 就算你的决定是错的 但你也能够在非常快的速度 你非常快的速度去把这些 错误的决定给验证了 然后过滤掉 然后这才会让这个公司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力 然后你需要什么样的人呢 然后我在公司里面 做了好多年的招聘 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 在做一个growth hacker的话 他需要的是一个非常强的 一个业务的一个想法 就是你如果问任何一个团队里面的人 无论他是一个设计师 还是一个工程师 还是一个PM 他可能给你回答都是一样的 如果我是一个CEO的话 我会怎么做 然后他在实际做的时候 他才会把自己的角色放进去 但他想问题 就总是想如果我是CEO 我是怎么做的 然后另外一个 大部分人都会有一个 比较强的一个技术背景 他就算是designer 或者是产品经理 或者是数据分析的人 他们都应该能 都能理解大概的技术 什么样的技术 然后第三个是非常 非常有数据分析的能力 就是因为这个整个过程是 你要知道 用数据的方法来理解用户的行为 然后得到你的假设 然后验证你的假设 这个过程是非常数据分析的 然后最后是要学得很快 非常快 就像刚才我说的 在印度这个例子里面 一个印度的 怎么样让印度人去用印度语 这个问题一开始是一个工程问题 又变成了一个产品问题 那你同时还要学到 一个当地人是怎么这样的行为 这个过程里面不是说 一个工程师完全专注于工程就能解决了 是每个人都要学得很快 就学别人的怎么做 然后往往是这些人 这些背景的人会更合适 一个就是有一个 自己开过公司的 或者已经在开公司的人 然后另外一个是 有一个完全的 对一个产品有end to end 从头到尾的一个ownership的人 所以我觉得X-TEP 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基地 因为现在大家都会慢慢地得到 这样的一个experience 就是你现在就要开启的start 你就会问自己 你的CEO是 如果我是CEO 我会做什么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diversity 就是你的团队里面 是不是有不同类型的人 而且能不能合作在一起 我们会发现 大部分在做growth hacker 做了成功的人里面 有很多的是有双学位的 在计算机加那个国际关系 或者是说有双语言的 学西班牙和英文 或者是法语和英文 这些人往往会有一个 更多样化的一个思维方式 然后会想到 怎么样把这个产品 变成一个全世界 所有人都能用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 或者这些experience 是非常重要的experience 好 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一个growth framework 如果大家忘了所有东西 最好能记住那四步 然后第二个是 有一个做实验的一个思维方式 怎么样去理解用户的需求 怎么样去找到最好的切入点 怎么样做到完美的执行 然后第三个 你怎么样去build up 去组建你的最好的团队 怎么样去找到不同的类型的人 然后解决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问题 而不是去做一个产品 或者做一个技术 最后我想 quote 那个Paul Granholm的一个说法 Paul Granholm是那个 Wire Combinator的一个founder 他对growth的理解是这样的 他是说 A startup is a company designed to grow fast Being newly founded does not itself make a company a startup Nor is it necessary for a startup to work on technology Or take venture funding Or have some sort of exit The only essential thing is growth Everything else we associate with startup Follows from growth 如果大家在在座的时候的同学都是为了 来到这个课堂都是为了想 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 startup 给用户提供真正的价值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请大家 我希望大家能够把growth这个思维方式 一直放在你的心里 因为最后就如Paul Granholm说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 怎么样增长才是真的 这个Go Big or Go Home 枪是一个 我们Facebook用户增长团队 挂在我们团队办公室的一个标符 就是说大家每个人都想想 如果我们不去继续增长的话 我们只有得回家了 然后Facebook就完了 所以这个是不断地去激发 我们每天去工作的一个横幅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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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